随着该国人口的老龄化和萎缩,对清理和处置死者财产的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将着哼摆一个钢笔和打火机的抽屉扔进一个塑料垃圾袋里。 而她的客户,一位50多岁时,不愿透露姓名的寡妇,坐在凳子上看着,这位女士的丈夫几周前因车祸巨室,让她在东京时上到惠比寿附近清理了他们所居住的宽敞的两居室公寓30年。 他们没有孩子可以宣称传家宝或怀旧,所以她对汉族的指导很简单。 Horn是台IL Project的董事,Tel Project是一家位于东京附近的六年历史的公司,专门负责清理和处理随着积累的财产,随着日本人口的老龄化和萎缩。 这项服务越来越受欢迎,对汉来说,今天的工作相对简单,她和她的三名工作人员在上午9点开始工作,在下面的街道上等待的小卡车将满人。 并且在下午1点之前消失,如果时间允许,韩计划将其陪同到一家购买用货的物品的贸易公司,将它们装在海外运输中集装箱,并将其出口到菲律店的买家。 像个IL Project这样的公司在一个每年都有更多人死亡,而没有人挨到的国家越来越需要。 2017年,日本有94万6060名先生二合一,34万0433人死亡,这是人口连续第七年下降。 据估计,未来50年日本的人口,可能会减少三分之一。 而且这种趋势几乎没有可能逆转,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该国二战后的繁荣时期。 这使得历史上保守的日本的消费水平前所未有。 但这种生活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随着日本的资产泡沫而破裂。 由此产生的经济不安全感,导致年轻的日本人推迟婚姻和儿童,或者完全跳过他们。 剩下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之一,数以百万计的垃圾填埋场,以及缺乏继承人。 根据日本贸易集团清洁专业协会协会的统计,七八千家会员公司每年的收入总额为45亿美元。 在未来5到10年内,该集团预计其会员数将增加一倍。 现在,韩正芒通过翻译,他描述了前一篇在距离北部180英里的福岛县清理房屋。 在这份工作之后,他将前往20英里外的横滨,与另一位客户见面。 现在他闯入垃圾抽屉里,为开封的定书丁盒进入转舟纸箱,而刚笔则被扔进附近的垃圾袋。 他拿起一个小棕色圆筒,这是个人印章,在日本就像签名一样使用。 他转向寡妇,你想要这个吗? 广妇抬起头来,他长着一张椭圆形的脸,眼睛被黑眼圈包围着。 在早晨的过程中,他从悄悄沉思的箭坛,甚至有趣,充满了他突然失踪了婚姻生活的故事。 但是在韩的问题上,他陷入了一种似乎是他的基本状态,疲惫不堪。 不,谢谢你。 他摇摇头说道,他落在垃圾袋里,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其他地方,大多数房屋的内容,除了购买房屋的人的情绪之外几乎没有价值。 厨房用具,无论他们参与多少快乐餐,通常都会被打扮。 除了非金属行业之外,什么都不用,预讯用品来刷到肥皂,显然不能重复使用。 除非处于完美状态或收藏者感兴趣,否则就CD、DVD、书籍和媒体播放器,通常毫无价值。 家具,除非它是一个有价值的古董,机市场正在逐渐减少。 特别是如果它是有一家制造的,韩贵在寡妇的厨房里,周围是纸箱,里面装满了可销售的商品。 如餐具、切剂、拌满的苏格兰威士忌和清酒,她今年50岁,有一个圆形的,年轻的脸,由一小撮头发构成。 带着一条带有两个大口袋的综合色围裙,可以接带笔、标记和胶带。 她的家庭是种族韩国人,但汉族一生都住在日本。 她曾经属于日本航空公司的基础人员,她表明,她通过寡妇的公约工作,空城人员收集餐盘的无情效率,但她也散发着姐妹般的温暖。 为寡妇提供了处理悲伤的间歇性建议,可尽兴是清理专业人员的基本素质。 竞争非常激烈,工作人员往往会因为清洁工能够投入的同情心而赢的工作。 当她没有清理,或出售她刚刚搬走的房产时,还在日本各地旅行、竞标工作,即使是吃饭,也几乎不可能把她打倒。 当她们开始用新闻纸包装寡妇的玻璃器敏视,她解释说,她意识到在她母亲去世后需要这种生意。 她当时忙着飞行,觉得她不能指望她的家人,帮忙解决她们母亲的事物。 韩回忆说,她希望雇佣一个可以在清理期间作为帮助的人。 这是一个有偿的家庭替身。 几年后,韩的一位朋友,提到她在2011年3月的地震。 韩向和随后的经济衰退之后,正在寻找新的业务。 Active Tecno是风前汽车公司。 Toyota Motorcourt 进入清理行业的障碍很少。 韩获得了二手商品经销商的执照。 对于需要较重清洁的工作, 她接受了与演示官可能获得的类似的培训和认证。 韩莉悦离玻璃泄迷, 取出手机, 滚动清理照片, 在床垫上是一个分界的身体留下的黑暗阴影。 根据听企专业人员协会副主席Fedito Kone的说法, 孤独的死亡占整个清理市场的30%左右, 被老年人抛弃, 并留下腐烂的鬼屋占20%。 剩下的一半清理工作涉及金属, 其中一些人很开心。 她说, 家人聚集在一起讲述辞者的故事, 然后是悲伤的。 从2007年到2016年, 超过10万家日本公司, 获得了二手货物交易许可。 人们像肯和其他清理公司支付2200美元到3200美元的一天工作费用, 但根据工作规模和所需的时间长短, 成本可以达到数万。 日本对垃圾处理收取高额费用, 这有助于救货物的强大转售市场。 2016年, 日本的二手产业购得160亿美元, 比2015年增长7.4%, 比2012年增长30%, 占日本整体零售市场的4.1%左右, 二手服装占2016年零售服装市场的10.5%。 而陆一威登手带和劳力士手表等二手品牌奢侈品占所有零售额的13.5%左右, 无论是在线还是在线, 所谓的回收店越来越普遍, 特别是在富裕社区, Ecorinco是这些企业中最成功的企业之一, 它接受任何带到日本78家分店之一的东西, 日本的许多回收商店都在做清理工作, 作为获取库城的手段, 甚至佛教僧侣也开始从事这项工作, 家人在死后祈祷时, 去僧侣和寺庙, 在翻译的帮助下, 然后僧侣们去家里清理他们。 在线,雅股, 拍卖仍然是该国最受欢迎的消费者, 对消费者销售渠道, 但有一些新的移动到向新企业紧随其后, 例如, 一家你为Cash的初创公司, 会根据通过应用程序提交的照片, 立即向高级用户付款。 股价McCurry公司, 一个应用程序为基础的旧货市场, 上涨76%, 在6月首次公开募股之后, 近一个月后, 仍保值在其发行价40%以上。 在咖啡方面, 韩摩德提供了他日落爆发的二手热情背后的版本, 表达了对浪费的遗憾, 以及对保存的渴望。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 日本人有这种感觉。 他解释道, 即使在江湖时代, 经济增长时期从1603年持续到了1868年, 和服将被重新用于其他事物。 韩摩德认为, 战争经济繁荣时期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 在此期间, 出生率也在蓬勃发展, 只是买了, 买了, 买了。 在他看来, 随着经济停止造成损失, 这种精神在过去20年中逐渐消失。 但这不是唯一的因素, 韩摩德还将2011年底卷和海啸的后果, 列为日本与其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在寡妇公寓下面的街道上, 韩的小卡车几乎已经满了, 试图让它们变得合适。 他谈到了这些物品最终可能出现的地方, 虽然日本国内转售市场增长强劲, 但日本商品的全球市场规模更大。 例如, 福恩指向运进建筑物附近排列的一些粘土种植者。 他说, 我们收集这些产品并以100日元的价格出售时间, 但他收集的大部分商品都是开往菲律宾的。 他们对日本产品非常热爱, 日本在优质制造方面的生育长期以来一直是可以销售的, 并且这种生育在日本使用的商品上有所不同, 其他地方的人也会认为它是好的。 韩猫的说, 在东南亚地区, 情况更为突出, 因为地理和文化的接近, 使得日本产品受到高度追捧, 但人均收入下降是新产品大部分无法实现。 在过去的20年里, 日本的二手商品公司已在该地区展开, 在8个国家开设了至少有12家商店, HIP周三取入了服装连锁店等, 当当在日本有47家分店, 在柬埔寨还有10家, 另一家零售商Book of Cope, 在过去20个月内的吉隆坡地区开设了三家全日制二手商品超市, 日本的五品牌就货批发商每年向该地区, 发送数千个装买货物的集装箱, 为主导家具, 服装和家具用品销售的小型贸易商提供食品, 日本最大的二手商品出口商和MariCorp, 将东南亚列为7月2017年向海外派出的 二、465个集装箱的主要买家, 这些集装箱中的许多物品, 通常每个鞋带三至五多二手货物, 自行车, 手和电动工具在森林丰富的简朴在使用的电锯很大, AV设备和家用电器, 从冰箱到搅拌机, 但是没有必要让成千上万的容器成为出口商, 67岁的Teslake-MariCorp位于东京大约20英里外的大河市, 67岁的Toraki-MariCorp从一个看起来向前脚油站的路边结构开始经营它的生意, 暴露的支撑梁仍悬化在Bung的位置, 暂停占据了可能存放商店和收银台的空间, 插车穿过房间, 带着一个带小冰箱, 高脚椅和松下紧凑型对流跑箱的托盘, 它停在一个40英尺的开放式集装箱和家具上, 早上, 整个集装箱将越浪飞滤滤, 拉入银色轿车拉入MariCorp的停车场, 它是MariCorp最好的客户之一, 他们热情的互相问候, 在陈列室的门口, 韩先生在最近卖给他的腾椅上停了下来, 当我问他多少付钱给他时, 他笑道, 几乎没有, 接近自由, 我检查价格标签, 700日元, 约6.21美元, MariCorp微笑着回想起来, 提醒说任何东西都要比跟文化炉中火烧更好, MariCorp解释到年轻, 这是一件好事, 20年来, 他经营着一家电脑维修公司, 但在过去的5年中, 随着移动电话取代PC, 他发现自己正在寻找新的职业, 他甚至自己做了一些清理工作, 对于Hen来说, MariCorp是一种熟悉的类型, 他说, 在偶尔参加研讨会的最热心的参与者中, 他调道有抱负的清洁专业人士是老年人,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而且很容易, 他觉得两者都无法满足身体需求, 很快, 手门可能会变得更加严谨, 听杰专业人员协会正在与日本政府讨论, 为公司和个人创建官方清理认证, 当Hen和MariCorp聊天时, 工人们将货运集装相崩好, 他们将需要新的东西, 那么什么呢? 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泰国曾经是日本最受青睐的旅游目的地, 但随着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 市场也逐渐消失, 可能是柬埔寨, 他猜测到, 重新使用期刊的韩猫的经常考虑同样的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 他担心低成本的中国制造商品, 开始为发展中市场的二手商品, 提供真正的竞争, 从长远来看, 这两种趋势都有可能增加 韩被破清倒入日本高科技垃圾焚烧炉的复刻数量, 随着该国人口的持续老龄化和衰退, 他的业务量将只会增加, 韩不太担心, 他获得的清理费用, 可以带来非常好的业务, 即使最好不考虑他的根本原因, 我不想说, 我已经习惯了, 他说, 但我已经习惯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 News.xyse获取更多相关资讯。